- 未有揚承, 先有光效 - 未有揚承, 先有光效 - 我們來到第二輯了 - 為什麼會有第二輯的發生呢? - 現在在國內的寺廟都不讓大家上香了 - 所以一般在寺廟旁的店裡 - 以前有紙質等等的都沒有 - 是賣花, 通常是送紮鮮花 - 或者是拿鮮花去供訪神明 - 或者有些特色東西賣, 包括是一些葫蘆 - 光效寺旁邊原來有一間光效基督會堂 - 果然廣州真的有教堂 - 又有傳統的寺廟, 是很多特色的 - 上次來光效寺, 我另一半感到異猶未盡 - 又發覺有些地方應該拍得好些給大家看 - 所以他就決定 - 找一天吃飯的時間去光效寺 - 受分神心啊 - 記得光效寺那一幅牌片是誰寫的了 - 就是趙朴初去提書的 - 正門是重新修建 - 門兩旁是有對亂 - 五陽論古字 - 初地訪阿林 - 接著我們就過第一道門了 - 第一道門就叫山門 - 過完第一道門之後呢 - 當然就要經過第二道門了 - 左邊有兩個石碑 - 應該是清代的石碑來的 - 是後期應該我們再做出來的 - 右邊有一個是小一點的石碑 - 用玻璃封的 - 應該是以前古代的石碑 - 現在就封存了 - 在中國的佛教史上 - 江孝子的地位是十分之重要的 - 那就要解回 - 對亂所說的初地訪阿林 - 因為阿林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- 因為在三國時期遇犯 - 被貶到江孝子到講學的時候 - 大量栽種平婆和阿子樹 - 所以就稱之為阿林 - 而這個阿林這個名字 - 也都被中國北中尊奉為 - 始祖的天竺印度真人 - 扣立伯陀羅 - 將江孝子叫做阿林 - 所以對亂中的初地訪阿林 - 就是這樣來的 - 眼前你們看到的 -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- 是用玻璃櫃封住的一塊石碑 - 至於石碑上面寫什麼字呢 - 我另一半就參透不了 - 好了 - 估計應該是一塊很古事的石碑 - 要是妥善保存著的 - 所以光孝子其實有很多文物 - 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流失了 -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 - 就去一個地方叫做大雄寶殿了 - 大墊一邊是古樓 - 一邊是中樓 - 過了第二道門就叫天王殿了 - 天王殿有兩邊長廊的 - 正面剛才你有見到一個大少佛呢 - 背面另一個像呢 - 兩邊都有回廊的 - 大雄寶殿建於東進龍宇六年 - 公園四零一年 - 是華南現存最古老 - 保留唐宋維蜂的最好的建築 - 當年有十三隻石獅子 - 只剩下五六隻較為完整 - 令人驚喜的是 - 一九五零年代在大佛福中 - 竟然發現一批木雕的羅漢像 - 全部都是唐代木雕 - 經過文革之後呢 - 這批木雕恨得以保存呢 - 現在就放在廣東省博物館裡面了 - 大雄寶殿的西邊是古樓 - 是瑞佛閣 - 沿著大雄寶殿和瑞佛閣中間的通道呢 - 就可以看到這個觀音殿了 - 觀音殿的前面的路呢 - 就是大雄寶殿的後面 - 大雄寶殿的大殿神鵬上面呢 - 供奉華閣三城 - 中間的佛像高五米 - 是世界教主釋迦牟利如來佛 - 那左手邊呢 - 就有兩個菩薩啦 - 大家都知道了 - 就是文殊菩薩 - 和普賢菩薩 - 江孝子呢 - 曾經吸引這個 - 禅家的始祖 - 達摩禅師在這裡掛塔 - 六種惠能呢 - 也都在這裡隱成埋名 - 據大藏經四十八記載 - 時有風吹波動 - 一真若波動 - 二論不移 - 惠能進若 - 不是風動 - 不是波動 - 人者心動 - 此論呢 - 被主持釋法知釋後呢 - 十分欣賞這個惠能的悟性 - 認為惠能動釋如機 - 所以呢 - 親自在菩提樹下呢 - 為惠能釋法 - 這段故事呢 - 就有一段故事了 - 為甚麼要說這麼長呢 - 因為我們呢 - 接著下來下面呢 - 所參觀的地方呢 - 就跟六祖惠能有關了 - 這棵呢 - 就是上次拍得不清楚的 - 柯子樹了 - 那這個 - 柯子樹呢 - 就很有名的 - 因為呢 - 現在結近這個柯子果 - 這個柯子樹呢 - 是有一千年的歷史的了 - 上次我的另一本呢 - 就拍不到這棵柯子樹 - 那所以呢 - 今次呢 - 就拍回舊本了 - 由樹冠啦 - 樹生啦 - 果實啦 - 等等等等等等呢 - 都拍到舉世無遺給大家看 - 眼前大家看到這座塔 - 這座塔呢 - 就是義法塔 - 義法塔建於唐朝奉義年間 - 那就是當年綠祖惠能釋法 - 受戒後賣藏頭髮的地方 - 這座塔 - 是八角塔 - 有七層 - 高7.8米 - 在全國來說 - 都是為數不多的珍貴物物之一 - 跟著我們看到一棵樹呢 - 就非常之更加珍貴了 - 為什麼要用到非常之更加珍貴呢 -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一棵樹 - 叫做蒲蹄樹 - 是全中國第一棵的蒲蹄樹啦 - 這棵蒲蹄樹呢 - 是一千年歷史的 - 在綠祖堂和義法塔的旁邊 - 真是有一種蒲蹄本無樹 - 何處惹塵埃的味道 - 在這裏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感受到綠祖惠能 - 在這個江孝子隱成埋名 - 在這裏住的情況呢 - 江孝子經歷了歷史風箱 - 亦都經歷過 - 又清代開始做八旗的軍營 - 亦都做過考生的公園 - 亦都做過歌舞劇團的場地 - 亦都曾經被人大肆破壞過 - 不知道大家在這個蒲蹄樹底下 - 何處惹塵埃 - 本來無一物 - 會不會了解到綠祖惠能當時在江孝子的心境呢 - 相傳南朝天監元年502年 - 致若從天竺攜來的樹苗 - 說的是剛才我們現在 - 都在看這棵蒲蹄樹 - 還在這裏 - 在中國各地 - 所有的蒲蹄樹 - 都是由這棵蒲蹄樹分植出去 - 可想言之 - 江孝子這棵蒲蹄樹 - 是歷史的地位 - 等等是非常之重要的 - 江孝子也有很多建築的 - 譬如東西鐵塔 - 譬如有東塔電 - 風波堂 - 洗撥泉 - 但這次全部都謙奉 - 無影 -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- 吃飯的時間怎麼影到這麼多呢 - 但我覺得 - 看到這棵蒲蹄樹之後 - 你就會更加了解到 - 一個宗教 - 一個寺廟 - 古色古香 - 古殺 - 那個地位 - 究竟是怎樣建立出來的 - 是非常之清晰 - 是非常之遠遠流長的 - 所以我很理解 - 我的另一半 - 為什麼不斷拍那棵蒲蹄樹 - 多於拍很多周邊的建築 - 因為蒲蹄 - 本來是無數的 - 是不是? - 是時候離開江孝寺了 - 差點不記得交代綠祖堂 - 綠祖堂在義法塔旁邊 - 建於不送真宗年間 - 是紀念綠祖惠能的 - 裡面堂內有綠祖惠能的雕像 - 是近年所雕的 - 是表現了他的智慧 - 值得留意一點就是 - 按照佛寺的規定 - 只有十方松林 - 才可以把木魚的魚頭朝外 - 可見江孝寺的地位是很高的 - 木魚和和尚做事眾經的法器 - 大家都知道了 - 又是因為木魚日夜都不會合眼 - 所以特地做這個木魚出來 - 是提醒大家重真出家人 - 白天黑夜都不要忘記修行 - 才能以致於道 - 我們走過這個回落 - 準備離開江孝寺 - 看看所有我們進來所見到的種種 - 江孝寺這麼歷史的建築 - 其實不是宣揚宗教的那麼簡單 - 在江孝寺裡面 - 是有一種洗敵心靈的作用 - 不知道為什麼 - 越閒就越有味道 - 越閒就想去得越長一點 - 去得越長一點就好了 - 我們這次分享就到這裡了 - 下期再會 - 拜拜